嗨,各位大家好 我是傅彦堂 我是劉彦堂,你不用出門 我們帶你探遍中部最多的不動產房地產 讓你的選擇最多,比較最多 不怕買錯 不怕 買 也是有可能會買貴,因為現在房地產越來越貴 對啊,本來就是 但是看之前請記得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 然後開啟 小鈴鐺 按個讚支持我們一下 那以後我們有最新發的片子 你就可以第一個看到 是啊,沒有錯 就是你可以輕輕鬆鬆的看手機看電視 就可以知道說 因為我們是一刀未撿 然後而且也沒有開廣角,也沒有美化 所以是非常清楚 做看己所得 對 就好像是看現場一樣 如果你覺得這個物件適合你 你有喜歡 就可以就是 不會白跑一趟來到現場 但是先跟我們約好時間 我們互相約好時間 我才有辦法拿藥匙 然後過來這邊 我們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台中市的大甲區 對,那這裏是屬於海邊了 對 那這邊離西濱只要一兩分鐘就可以上交流道 對 那西濱呢 西濱在旁邊那裡 對 就是大門口出去一兩分鐘 一分鐘 交通很方便 然後到大甲市區只要10分鐘 到鄭南宮 大甲市區大概10分鐘 然後到日南火車站 大概也是5分鐘 這裏呢 是一個社區 這邊是屬於日南 這邊是屬於海泥跟社區 如果你 抽選 Google 抽選海泥跟社區 你可以 發現一堆資料 當然負面的比較多 但是呢 但是這一間 它這個是一個社區 它已經蓋了10年了 那其實 它雖然是沒有保存登記 它有蓋了60戶 但是這10年來 也是大家都暗居熱夜 沒什麼事情發生 所以 看你覺得如何 那這一間 就是地總價 548萬 非常的便宜 那地坪有158坪 156坪 反正它就是 一個方方正正的一個100多坪的農地 然後它蓋了兩個小木屋 這間屋主呢 它是因為長久沒有來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草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草 除起來很麻煩 你如果不想要自己出 這個社區 他們有找那個 除草工人 除草工人 他們有團隊 就是 幫你除一次草就是1500 只要花1500一個月除一次 其實我覺得 還蠻OK的啦 對啊 那懶得自己除草就花個1500 對啊 那其實呢 這一個社區裡面總共有 幾戶 60戶 60戶 然後長久居住的有 大約 這是 長住的大概一二十戶啦 大概其他都是住價型的 假日才會回 對 所以呢我們其實影片剛剛也有介紹一支了 這支是第二支 這支是這一間是最便宜的 對你可以再上去看一下我們的YouTuber 那我們先介紹這一間的裡面 這一間 他是一間大套房 他有廚房 有廚房 這個廚房 對 然後 有衛浴 衛浴開窗 他有開窗的喔 而且蠻大間的 對然後 還有床鋪 是 客廳 超大同步 客廳 客廳也有 有小電視 是的 然後 再來 他這邊出來就是這種 美式的這種玄關 差不多這麼大 美式的這種玄關 還蠻大的 對啊 然後這邊 坐在這邊 喝茶 聊天 聊是非 還有 這個這間 這間他也是 主動的一個小木屋 他就比較沒那麼大間了 但是他 他這邊有一個麻將桌 麻將桌 這個可以升起來的一個麻將桌 這邊打麻將打累的可以去 上鋪睡個覺 他這個也是有冷氣 兩間木屋都有人氣 這個也可以睡覺啊 對這是通鋪 你怎麼知道那個是麻將桌 這是桌子啊 這樣就四個人就會圍起來 打麻將 他廁所在外面 這間套房的廁所是在外面 戶外的 他跟他這個 就是當然 該有的時候有啦 連棚桌 然後我們這個呢 你剛剛說的麻將桌的這一間呢 上面是一個涼鐵 我們上來看一下 空間利用的還不錯 看一下正面這個涼鐵 可以看到他這個壺體 可以看起來很完整喔 應該是不會漏水 好我們看一下 來這邊 這邊聽不到那個 風扇的聲音 這邊有很多風車 但是我們聽不到 他這個風車 算很多但是聽不到 好 你問我說那個 大甲的 他這邊是靠海邊嗎 風 當然是大 現在是冬天 然後現在 氣候音不佳 所以風當然大 那對面呢 你現在看到的在整領呢 是我們剛賣掉的 賣掉的 賣500 也是賣500多萬 我們這個是要用現金的 對 他真的不能帶款 我們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他不能帶款 好 下去 因為他這個土地 他是十分的土地 大概是三個人 十分 他總地坪其實是 500坪 5600坪左右 總地坪是5600坪左右 那因為有三戶共同磁份 鑰匙給我 這沒有鑰匙 好 因為他是三戶共同磁份 不用鎖 因為等一下客人要看 好 然後因為他是三戶共同磁份 所以銀行 沒有辦法貸款 只能夠用現金購買 那磁份 我們磁份的坪數就是158坪 然後當然有 也有陸地 陸地磁份也有 所以陸泉沒有問題 這六子戶都可以共同磁份 那個陸地的部分 那我們是 這邊裡面 方框裡面大概就是150坪 這邊有一個小水池 因為他很久沒人住 這個水都放掉了 然後他這邊其實都有做一些造型 只是都被炒蓋住了 之前應該是更漂亮 當然啦 有整理就很漂亮 你看對面不是在整理了嗎 因為他本來就是全部都把它弄掉 所以有沒有除草我沒差 就不能說花一次錢而已 好那前面他這邊有一個停車的空間 這邊這個估計可以 停一到兩台車 如果說你覺得停車空間不夠 你可以 你圍離 可以往內縮 可以停更多台車 看你圍離要怎麼規劃 那我們這一間是一間腳尖 冰尖腳尖 他是一間腳尖 我們大概看一下 這個是他的祖堂室 看一下右邊怎麼賣掉了他在整理 是啊 所以我覺得原來就很好了 其實不用整理也很好住 可是 居然要花錢 每個人的想法不同啊 對 他說買的時候很貴 結果又花了更多錢 跟自己 每個人的想法不同 好好 好那你覺得 這個 社區 他雖然都是不合法的 但是他也用了10年了 我相信他還會繼續用下去 那麼多 那麼多的住戶 我們走到大門口 一邊走 一邊說 對他的事發性 但是 既然屋主委託我們賣 算他是不合法 我們當然是買來 他一分錢一分 如果說你想要全部都合法 其實你知道嗎 要提高很多很多 你剛說一直提到說不合法對不對 現在 像這樣子的地已經不能再蓋這樣子 對啊 你現在就是等於是在買現成的 對 因為以前既有舊的維建 政府都是真一隻眼 必一隻眼 必一隻眼 然後他的 水電的使用 也都是正常使用 而且他 除了海電之外 他這個水有自來水 也有井水 他水是兩種水 所以就算以後自來水被切掉 井水還是可以繼續用 兩種水都可以用 目前他們的井水是拿來做灌溉用水 我們現在要 社區是要繳管理費的 一個月 一年一年好像是三千塊 蘿蔔 那三千塊要來做什麼呢 三千塊就是 這邊有一些公社 路面清潔 有的沒的 還有那個大門 他是一個電動大門 我現在就是要走到電動大門 也是要維修的 這十年來 應該是 應該也不可能完全沒壞過 也是要保養的 他的大門就是從這邊進來 對 那這個陸地都是大家共同時分的 所以路權一定是沒問題的 那我們現在要走到那個 我們進來的道路 那我們這一間 500是18萬 是目前最便宜的 目前最便宜的 我們賣掉那一戶 還比較貴一些 其實都還蠻好開的 然後 然後 這邊 這邊出去 就是61號 快速道路 人出去就是61號 快速道路 我們剛剛就是從這邊下來的 然後再轉進去 這一個社區 社區就在我們的左邊而已 這裡還有種高麗菜 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送名單 這個是機動架啦 一分錢一分我 可以接受他的缺點 如果 沒辦法接受缺點 可以授權我其他的影片 看一下 那個就是61號 我們剛剛就是從那邊下來 然後從這邊可以進來 到這邊 那我們影片裡面有拍了很多很多步 這邊離市區也很近 對啊我們離大甲市區大概 才4分鐘 對 那離日南火車站拉5分鐘 這是屬於大家的日南 我們影片很多啦 希望可以找得到你喜歡的 物件 房子 投動產 投地 好那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知道我們最新的商店的訊息 對我們現在關門囉 這個門都是正常的 OK 那如果 青檬法有在找房子的 找不動產 一定要 幫我們介紹一下 記得幫我們分享轉發 那如果有幫我們介紹成功 我們一定都有大紅包的 是一定要順利就是成功喔 成交 對啊 成交離到錢 對啊 我們最近 開始的單一 又來了 你每一集都在說 好好 你為什麼那麼悲觀呢 我們要正面思考 買東西也是一樣 你用正面思考 絕對買到的就是你要的 是的 好啦就這樣子喔 我們不多說了 謝謝你們的支持喔 謝謝你們 拜拜 謝謝拜拜